好 欢迎光临 好看吗 好看啊 对不起啊小小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最近啊胸口痛 胸口痛啊 那我帮你看看 我是看了这画在胸口痛的 所以啊想把它卖 呃我看看啊 小哥哥那幅画可有点诡异 你看的时候千万有东西啊 一幅画也弄入什么诡异的 还能把我吸进去 我没绑架了 别挣扎 这是哪啊 这是清深房 我成了啊 等我给你进了身 你就是 你的人乱 你放心 我的动画 有一点都 大大大爷的 你要是敢接客我老子跟你没办 你别那么激动 在宫里当太监 你怎么比在外面还在恶情 你说是什么 我让小将将别的犯人去了 我 你 你亲了龙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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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将军 少将军 我 你 我是老五 老老五 哎呀 龙家军 孝奇孝魏 无间啊 龙家军无间 少帝 太多太多的人自我 何不相想 现在我们是 无非受敌啊 龙臣 活下去 一定要 活 下去 不行 原来我是南梁镇国将军之子 龙臣 小将军 你怎么如此小瘦啊 属下都没认出来你们 一言难尽啊 属下无能 让少将军手 鼓舞出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用这么可气的头呢 这是哪儿 我又为何在这儿 这是东州的皇宫 当年龙家军全军覆没 属下侥幸逃脱 颠沛流离 无奈他来到这儿了 哟还是老母的老法好 这刚割完了就火蹦跳的 这小子割下来的那个玩意儿呢 已经烧了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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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东西 亲手无比 奇怪 非常啊 他为公公看了 灰气 所以就烧了 不错 身子古壮 人长得也挺好 正好四公主那儿 轩人 跟我走吧 事为公公 就说东州皇帝是个女 那也就是说 庄大皇宫 就我一个奶 美女姐姐们 你们有福了 下看 小心四公主 怪对 这个 这个 四公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四公主 她人挺好 就是后高兴的事 喜欢生太阶伍 杀太阳 杀 几个 这个月才杀五个 一个月 杀五个 今天是几号 今儿出二啊 女人 一天 杀五个 什么呀 大惊小怪什么 她是四公主 这个月杀的六个 你要是不好好伺候 小心变成这七个 喂公公 这活 我不看 哎 这成功的 王马就伴随着 登险 伺候四公主 那就是一步 刚天的好机会 新来的小太监呢 四公主等着人伺候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鼓鼓加水 是 这公主身材真棒啊 极品的 你在看什么 这公主 怎么和给我画的女人找到一笔 我可以把公主杀了 是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 说吧 是想挖双眼还是砍头 公主 我真的没有在头盔 我 我是在看你手里的那本书 看书 你个小太监 认识 公主 你留所不知 小的原本是书香门店 下到中路才进宫做的太监 所以十字 书香门 那你说说 你刚才看的这本书 对吗 狗屁不通 这本书的作者根本不同诗文 大胆 这可是南梁大学诗 习世娘的诗论 当是第一著作 你居然敢说狗屁不通 玄一 在 给我把它缩下去 五马分屈 公主 我没胡说 这本书上说 诗文 要磁早华丽 这明明就是小孩子的玩闹吧 诗文 重要的是一枪一枪 你这小太监 说的还挺我 幸亏穿业前上过语文科 不然我就完了 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语文科 既然你论起诗来头头是道 那就现在做一声 做得好 本公主饶你 要是做不好 破碎了胃口 若是做不好 破碎了胃口 墙角树枝梅 灵痕独自开 摇之不适许 唯有暗香来 唯有暗香来 我们这小太监居然还真的会做事 公主 小的真是属下满地 好 很好 把他拉下去 挖双眼 是 啊 公主 为什么还要挖双眼啊 不是说小子做出事来就饶我一命吧 这公主只是答应找你 没说不挖你的双眼 走 哎 公主 别怕我的双眼 公主 小太监 你是想让我先挖左眼 还是先挖右眼 姐姐 咱能不挖一下了 你有什么要求 我满足你 嗯 满足 哎 我看你这个小太监 还挺硬 勉强能当个男人呦 嗯 这你都来真的 我能让他知道我是个假太监 我是个太监 伺候不了你 伺候不了我 那留你的命也没用了 留着你的命也没用了 哎 警察 我虽然没有那工具 但是我巧 甚至我如果姐姐需要的话 我保持让姐姐们 嗯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巧手 这女人还真的 不能让她知道我是个假太监 是个杀 不可辱 如果你要是乱来的话 我就一头就去 你危险啊 啊 我喜欢 是个杀 我给你一天的事情 让你仔细考虑 要不要从了我 明天你要是还敢去 我就把你剁碎了 废公 这宫里的女人太疯狂了 要是让她们知道我是个假太监 你不得把我剁碎了 如果按照剧情走向的话 像这样的小房间里 应该有高手留下的武功秘籍 嗯 缩阴入腹 不过了 洗脸了 保命要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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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老师 这朋友一直也想把他撒了撑啊 我 这怎么又来了 真像死定了 哎哎哎继张再关键幾天 只有两天 两天我肯定伺候好你 就是一阵 一阵 四公主找你 跟我走吧 姐姐 四公主找我所谓何事啊 小事 南梁使团律以文功 灭我脱威 前几日四处挑衅 我国五位上险 均败下阵 等等 这也叫小事 陛下在宫中设置擂台 现今却无人敢应战 四公主只能亲自出战 不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熟读诗书 我自然是帮四公主应战啊 那要是我输了呢 嗯 无非就是先挖眼 会喂狗 怎么又喂狗啊 不就是逗个狮吗 搞这么言了 此次对战 不光关乎我东周国位 还有彩头 彩头 要是南梁输了 便归还侵占我们的林江湖 要是我们输了 就割让西山主 皮做城市 完整的 没想到你们 藤藤东周 竟然没有一个人的诗文 胜过我这位老师 哎 太子殿下 早就听说 这东周是蛮鱼之国 老夫只不过 随便写了一首诗 他们这帮废物 竟然无能为力 于是呢 你这是骑我东周无人吗 哎 你不要误会啊 我可没有针对你们 我是说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你 你们 不然呢 你们来试试 我看看 谁敢应战 太笑了 于是男 女长的 他们就看着 一张面目的人群 要是没人敢来应战的话 这西山城 可就归我南梁所用 公主 小的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你行不行 男人 不能说不上 男人 小子刚从精神房出来 这当男人当习惯 还没适应 少废话 快想办法 就他这垃圾诗文 我随随便便 这一句说 公主请贯应战 我来应战 六 听完四五 我倒死下 就是万决天使 没想到 也不止诗啊 是啊 我还以为这四公主 不识字呢 哈哈哈哈 我打仗 能杀你们男梁将帅 斗尸 也能压你们一人 尊卓 我写的这首诗 可是永雪的七言绝句 你若想赢 也要以七言绝句来应战 好 不就是七言绝句吗 这有何难 你听好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饮皮盘 马上 罪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己人为 好 这 不诗 天文 不可能 你一个丫头骗子 怎么可能写出来 这种好事呢 玉大学士 你别管我是怎么写出来 现在是我脸 你们男梁 该把林江城 还给我们东周了 嗯 看 刚才那首 只不过是老夫随手写识 你侥幸赢了吧 要说呀 文童想要 胜负最好的方法 还是对队子 还是对队子 对队子 对队子 这下完了 我的天啊 可是我这个 我害你啊 你这 好这么厉害 于是呢 曾经在望江湖上 对队子 把咱们东周的 啪 大踩子 对到跳路之间 外号队穿长 怎么样 不敢吧 要我说呀 也不用跳伏了 就在这大殿上 画上一条白领 谁输了 谁就上吊 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谁敢还应战 何人来应战 四公主 我看这局不如就算了 唐罗真输了 这就算我国威呀 对啊 四公主 在我大殿上悬梁 这要传出去 我东周如同立足啊 哈哈 我来陪你们娃娃 我来陪你们娃娃 是观众的 不得成效 公主 这范围都轰托到这儿了 我不去也不行了 输了的话 五马分尸 那要是赢了 赢了 你要怎样 便怎样 好 刚问阁下怎么称呼 四公主手下一小小太监 哈哈哈哈 哎呀 早就听说这东周是阴盛阳衰 没想到关键时刻就让一个小太监来撑场面 哈哈哈哈 东周 乌库啊 对呀 传出去 国为何在啊 要不然你来 太监有一个 我随便手下一个太子就能灭了 好 那今天就休怪老夫让你这东周金鸾殿蒙修了 小子你听好了 少年 魔之江王必有妖 你竟敢吃丧马怀 他不我们地下是佣孽 哎 对对子而已 你们要对不上来 认输就是了 可不要乱往老夫头上扣帽子 小儿客 下来老儿铺死 赤为 竟敢骂老夫是贼 哎 对对子而已啊 余台 你要是不敢认输的话 可别往我头上乱扣帽子呀 好 继续 无可救药 东周闻人 今日心思口福 有疑难至南梁群臣早已碧骨高峰 好 好 好 起我此理 我天下地打得好 怎么可能输给你一个小太监 来 秦瑟匹把八天王王王在上 你帮我种账四个月 下去 我又也凭酒 文思圈友 来去共去青四片云 你天天吃瓜全身上 我上村下都像个茬 云气云气云 据云双云 这夜 草原草地草村草兵草平草泥马 真是好 怎么样 余大夫 你 今天就让我看看 这天下第一闻人的对子 今天就让你看看 这天下一闻人的对子 文功于日数到新 磁霸六群寻牛信 东风二岁虎门人 松下四懒 粗胡贤 乾坤三千 生龙奉 出门一声坐舌羹 举目四处马提升 锋芒一路 阳提风 天地六幻变红席 露台两风 击出名 十四半赏 丧选行 左连三校 显灵 好 这我绝对啊 对 不是 刘太监 怎么样啊 嗯 那你可听好的 两王五群天子命 庆碧五都 敛财博 北河三宫 伐兄弟 柳间石角 田宅礼 千元十四望子女 入宫一绝 为奴服 敌手自绝 夫妻意 祸兮二藏 极恶气 斗鸡三臂 千仪时 宫磊四臂 关禄地 居王一时 福德臂 又变二宫 现玄秘 这是在骂男人 男人抱居 这三个 你不会以为 就这么简单吧 蜀道心 寻牛信 虎门人 吐枯前 生龙凤 坐舌宗 马迪生 杨堤邦 换侯戏 姬出名 丧选行 朱显灵 至此 十二生肖 全部一席 这 还是我的上 就你的君王故事 我什么时候说 这是君王故事 我什么时候说 这是君王故事 天子命是命宫 揽财博是台伯宫 宫兄弟是兄弟宫 田宅礼 田宅宫 王子女 子女宫 为奴仆 奴仆宫 封七义 夫妻宫 极恶起 极恶宫 千一是千一宫 官路底 官路宫 福德毕 福德宫 献玄秘 玄秘宫 此时天剑十二宫 而这 还是我下令 好 你输了 余大学士 张学家 这 余大学士 这次 从后 宫中发财 几次 老师 老师 其有此理 东周 躲避 余大风 你该不会是疯了吧 怎么作变 难道我是个假人 但你却是个假太监 我听你说话 红武有力 中细十足 明显是个正常男人 假扮 小龙子是我西宫的人 怎么可能是假扮 哦 原来如此 堂堂四宫主 竟然在宫中私藏男人 一遇何为呀 炫火喷燃 那敢不敢 让我们厌平正真死定 这下真死定了 敢不敢呢 嗯 这有 小龙子 这 公主 不妥吧 付不了那么多了 好 哟 看他四宫主这个反应 你就知道 这小子肯定是个假太监 你们东周包藏作心 找个男性假男太监 是想羞辱我男娘 大大 进到屋面我们家四宫主 我看果然如此嘛 这东周皇宫 殷胜阳衰 四宫主还私藏了个男人 这是真的 你们 除非 你们东周 让我亲自咽一下 这小子 是不是太监 放肆 这是东周 是你们男粮 哟 看来这是四宫主 害怕发现了 这小子是个太监啊 恼羞成怒了 不让验也可以 那我就宣告天下 你们东周皇宫 这一句 过了 而且在云斗当中作弊 西山城 归我男粮 我可以让二位 演名称臣 但是我有一个 小小的条件 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太监 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要是 我不是个太监 不认二位主持 要我是个太监 那余大 是不是也应该成为太监 云通至极 我哪堂堂大温柔 怎么可能跟你定的这种 不敢说的话 就直接认怂 别那么多废话 你 你 好 哎 哎 哎 完了完了 这小子怎么鼓不住我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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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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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一看吧 啊 吗 怎么可能呢 你想好怎么做太监了吗 是快刀呢还是慢刀呢 就这么我说 听我名 打他这个 还给他讲 他好像真的是个太监 刚才不是你说的 他定是个假太子 这 哎 刚才你们南梁太子 谁说了 谁说了 就做真太子 小太监 什么赌约 有字句吗 原来你们南梁太子说的话 不算数了 你 于大学是 竟然不想对线赌约 玄一 你干嘛 你别过来啊 你你 你救我啊 救我 你你你 我可是堂堂南梁的大学士 你们要感厌了我 你整个南梁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哎 愿赌服输啊 就是你们南梁皇帝在此 也得兑现独月吧 小龙子说的对 本公主今日一定要让你兑现 玄一 我饶了 洛西住手 南梁太子 这文斗 本就是和平交流 不敢流血 今日文斗也的确是我东周完胜 人 你带走 林江城 你得还 我们南梁定当信守承诺 此人要杀要寡 戏听尊便 什么 林江城就在那 你有本事 自己去拿 告辞 他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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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我 哎 你们秘误龙家门门 到书记正书 要让你们学着学成 小太监 表现不错 叫什么名字 规禁陛下 小的龙承恩家到周落流落至此 所以才进宫做了太子 今日你为我东周立下大功 想要什么赏赐啊 呃 我 找他 找他 不行不行 那姑娘也得弄死我 陛下 小龙子身家清白 对朝廷中心耿耿 儿臣建议 封他做后宫总管 好 既然若曦你举荐了 那朕就封龙承恩 为后宫总管 算万不可 算万不可 这是谁啊 那三二公主 掌管后宫内政 心价深狠 跟南四公主 一直不对 陛下 儿臣听闻 有人斗师 赢了天下第一大人 于是前来看看 儿臣认为 此人不适合担任后宫总管 怎么不适合了 刚刚打败了于是男 为东周赢回了临江城 当个后宫总管 绰绰有 洛西 你还真是凶大无能 少塞着一娘怪气 陛下 我东周后宫总管 向来有女人担任 此人 好了 正义已决 正今日 在后宫设业 庆贺临江城回归 谢主龙安 谢主龙安 这人不错 当然是交给大内总管 夜外 那就把她拉到金山房去啊 这这 小龙子 我们后会了 总管的 您怎么变走暖了 说来话长 我给你带了个人 这人是 于世南 汉龙家军的狗贼 你们要干什么 你可记得南梁龙家军 你们是谁 当年你和李成统合谋害我龙家军 我们今天就好好算算这笔账 你是龙臣 不可能 你当年已经死了 我亲眼看见他 我大难不死 所以才回来跟你算算这笔账啊 无数 这人就交给你 使出你的被生死 放心吧 我有一种新的严格方式 哦 是什么方式 我先给他用一种药 让他一注晴天 尖用笔 然后我再拿一刀一刀一刀 慢慢革 慢慢的 慢慢的 哎 少年 车死了 真没一刀 买了 龙总管 四公主邀请 坏了 我这一天天差点死在这姑奶奶手上死灰 他叫我过去看那碗鱼 这宫里太危险了 我说 这宫里有什么密道吗 密道啊 没有 那可真是一点 龙总管 去迟了 怕是四公主要怪罪的 来了 龙总管请 多谢为公 龙总管 这上 叫我小位子就成 如此可笑 干爹 公里的太监 您资格最老 这总管怎么说 也该是您来的 怎么会选择这个新来的 等着 他活不了 多久 四公主 小龙子给你请来了 四公主 四公主 我终于可以回去了 我再也不用认上没有斗鱼的日子了 啊 怎么着 那怎么着啊 怎么着 我不管了 啊 别急呀 只要帮龙城报了仇 自然就会回来了 好看吗 好看 不对 公主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别动 上次斗士之后 本宫越想越不对劲 你区区一个太监 竟然能让天下第一大如认输 小的 小的只是侥幸 侥幸 侥幸 你在资源店上 还说自己是男人 公主 小的已经解释过了 小的刚进完身 还没习惯 是吗 那我那日碰到的东西 又该怎么解释 公主啊 你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 小的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谁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做我的验证 但这次本宫是突然袭击 你一定来不及肚子 今日本宫都要看了 我是不是会 你 这 我是不是会 公主 这 你 是 虚然真的是太监 没钱 我真是最多不认心 先勾引 但我真的说不回来 公主 如果小的不是太监 那会怎么样 那我就教你 先奸再杀 再奸再杀 公主 那可真是全天下最美的死 所以当了总管就改天总 公主罪话 是听说哉就能讲 公主 不开不开了 啊 看我本宫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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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呢,我会建立自己的势力,为董家处求。 这属下,今天少主公布。 行行,不用多礼了。 少主,属下还有一事故,您这一天是怎么隐藏的呀? 原来如此。 但是苏英大法少天下第一起,没想到就在天牢那样。 天下第一起书。 谁会把这样的武功秘籍,送在监狱里? 不管了,还是好好先修炼,保密要紧。 谁? 修炼不够术语,就能察觉到我的存在,是个天才。 我没看错你。 难道这本缩音大法是你给我的? 聪明。 你到底是谁? 不重要,今天你的表情很好。 然你要好自为之,这工墙之内,可没这么见。 哦。 哦。 你醒了 这是哪 这里是南宫 我的寝宫 二公主 嗯 二公主 小的刚进宫 不认识路一时走错了方向 没事 本宫正好也要找 不知 二公主找我所为何事啊 房间里只有你我二人 你觉得是什么事情 嗯 不被 外人所知的事情 没想到这位二公主看上去端庄文一样 公子里这么直接 二公主放心 小的虽然是个太监 能力有心 但是小的 实质灵活 巧舌能哄 绝对让二公主满意 哦 是吗 本公主倒想看看 你能怎么让我满意 本公主倒想看看 你能怎么让我满意 有什么本事就都失展出来吧 我 来真的 他不会再适当了吗 呃 那个 二公主啊 咱们才是第二次见面 你就让我尽力所为 你太好吧 我就直说了吧 四妹平时只知道打打杀杀 龙总管一身才华 恐无用武之地 不如搬入我这南宫之中 平日我还能与你探讨长短深浅 探讨长短深浅 嗯 二殿下 四公主他性烈如火 我怕他对小的动粗啊 这你放心 四妹那边自由本宫解释 狂若他真的迁怒于你打了你 自由本宫 替你亲自擦阳 行行 我要为龙家暴走 这要进入东宋的兵权 让兵权 却在四公主的身上 如果战士还不能以为呢 放下来来来 二公主 俗话说 忠诚不治二主 小的自打进宫以来 就是四公主的人 你的好意 在下心灵了 四妹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呃 四公主能让我给他挫草 你能吗 我可以和你一起洗 我可以和你一起洗 二殿下 小的 这是小的最后的气节了 也就是说 你无论如何 都不会离开四妹了 是为知己者死 四公主待我不保 小的不能背叛他 哪怕是死 好啊 那我现在告诉所有人 你龙承恩潜入南宫 非离本公主 让陛下赐你五马分尸 哎二公主 这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小的 是个太监 怎么费力你啊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 食指灵活 巧舌如荒 都怪我这个贱族 而且 我始终不相信 你是个太监 我听闻这世上有一种功法 能缩阴入腹 本公数三个数 如果你还不答应来伺候 本公可就要喊人了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一等完 把人给我叫出来 公主 什么东西叫什么 那就是什么 小龙了你放心 有本公主在 没人敢欺负 小龙了 哟 原来是四妹啊 你来晚了 龙总管刚才已经答应来我宫里侍奉 你说对吗 龙总管 哎呀 两位公主 你们神仙打价 很非常小的草原啊 地心碗 你少来 悬一说 他亲眼看见是你的人打晕了他绑起来的 就算是又如何 四妹气势汹汹 难不成是想拆了我这男工吗 你以为我不敢吗 读书你比我强 打架 我比你强 二位公主为了个太监大打出手 成何体统 是他先揉我的 让尹凤总管见笑 陛下有令 招二位公主速去奉鸣宫觐见 是是 你也一块去 啊 不是 我没得罪这女人吧 怎么见了我跟杀不仇人似的 尹凤总管一直掌管后宫 今天陛下封你为后宫总管 你抢了她的员 她不算你才怪 我这个总管还没正式上任呢 就先把人都去吧 哎哎等等我 参见陛下 免礼 谢陛下 找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下 攻打临江城的战人 南梁已经把临江城还给我们了 为什么还要攻打 南梁的君臣都是流氓 说好了归还临江城 但一定会在其中做手奖 到头来 还是得真枪真刀的打一场 帝星晚就你聪明 你以为打仗是过家家说打就打 好了 星晚说的也没错 南梁的确在临江城做了手奖 南梁往临江城派了十万大军 却对外宣称是自愿守城的南梁百姓 可恶的南梁 陛下 给儿臣二十万大军 让儿臣踏平临江城 只怕给你三十万大军 你也打不下临江城 什么意思 你是怀疑我打仗的能力吗 我倒是不怀疑你的能力 但是南梁派出的可是上官秀 他以保护百姓的名义 率军十万驻扎在临江城 别忘了 他可是曾击败过你两次 上官秀 上官秀 还带着他的新婚妻子 南梁六公主李云记 他是要与南梁共存了 就是那个 南梁第一才女六公主李云记 没错 他曾经是南梁郑国将军之子 龙称的伟和姬 龙家灭门之后 他就嫁给了上官秀 这女官好杀人 不会是发生的 不会不会 要不让我早就能偷落地了 恐怕 四公主此次也要束手无策了 你谁在激你 你个别说 我愿立下军令状 领兵二十万拿下临江城 但是 我要让小龙子 当我的监军 四公主 你打仗 拉着我干什么呀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落到二姐手里 龙总管 四公主可是立下了军令状呢 要是真打输了 公主无事 但是你这个小太监 他是要掉脑袋了 你 龙总管 你可愿解我 陈 愿意 好 明日大军开拔 行 公主 这么晚上就要出装了 打什么气 上官细有精通兵法 这临江城又是别人的 想打下来 哪样 既然这么困难 你干嘛要主动请人下军令状 你还不想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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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会像现在这样 捏你的屁股 我掐你 掐了你满地大军之高 快说 有没有办法 办法呢 倒是有 不过呢 你得把静身房的刀工无键 还有 再给我派五十个铁匠 一并全往前线 静身房的刀工 小龙子 你不会是怪他烟了你 想把他掉去边境当炮灰吧 公主说笑了 我之所以用无键是因为他刀工不错 所以想把他派往前线 肯定会用得上 好 准了 快说 怎么收复你江城 嗯 等到工程的时候 公主自然就吃了 神神秘秘的 到时候你要是没想出办法 出去吧 神神在杀 公主 大军已经准备就绪 好 即刻出发 属下 有些担忧 说 上关秀族制多谋 四公主 被上关秀打败过两次 军中 还有井家虎视丹丹 四公主 若再次 确实没有师祖把握 那 那 但是 这一次 有龙承恩帮忙 说不定 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龙承恩 他还有这个本事 他的本事 远比你想象的吧 小主 到了 就这啊 啊 怎么 来个迎接的人都没有 军营阵地 不可删除 我乃四公主监军 这是公文 还请劳烦传递一下 这两个人伪造公文 企图闯入军营 我拿下 这是谁啊 您听过井天烈的名字吗 我东周大将军 掌管周我国一半的军权 哎 对对对 这个 我们家大公子 喜欢 当场的护不上手 啊 对 他一直想去四公 哦 我明白了 他追四公主 四公主拒绝了 然后呢 四公主又知道 我们两个的关系 哎 哎 吃醋了吃醋了 吓我 你一个死派遣 不阴不言肮脏下险 你也呸 哦 原来你知道我是谁啊 我知道你是谁又怎么样 现在你在我手上 放弃我井家全清朝野 你能奈我何呀 小人 男不男女如你的东西 还想进入军营 井环是吧 你说明明没什么本事 连怎么把人舔舒服了都不知道 还偏偏觉得是别的男人抢了他的女 争风吃醋到我一个太监头上 丢不丢人 哈哈哈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儿嘴硬 今天我定杀你 说井环啊 咱不能自取其弱 把事情搞大了就不好了 你可怕你是吧 来 给我就地正法 军令 有违军令长 杀无数 我看谁敢 这是陛下御赐的虎符 可号令三军 尔德还不赶紧跪下 三军尔德还不赶紧跪下 你说我要怎么治你 来人 死人欺君 你用就地正法 少爷别冲动 对武警才一直有所记的 说不定就是女帝 让这少爷爷来找信你 卡族为重啊 还不贵 少爷 少爷 我 既然你都跪下求饭 那本监军 就饶你 哎 老吴 啊 谁有此理 只是一个太家 竟敢如此羞辱本官 看一个太家 哪来的资格羞 你晓得看 就是女帝 在借这个太家 还试探 王景家 是否有故臣之心 女帝这个贱人 等我父亲起飙 让这个贱人在我胯下求饶 还有帝洛西那个小贱人 为了让他们母女共事一夫 少爷 这东周迟早是咱们警家的 但目前 还是要大局为重 你说帝洛西那个小贱人 数次败于上官秀 为何女帝还那么些人 只怕 胜负没那么重 趁机夺走少爷手里的兵权 削弱大将军 这女帝的目击 就凭他帝洛西这个小贱人 再加一个小太监 就想在本官手里夺权 想的美 其实少爷 您是主管后勤的部将 只要他帝洛西在打仗时 您在后勤上做手脚 这边境 不是您 等他帝洛西挡了败账 我就摆了那个小太监 一泄心头之恨 小龙你也太帅了吧 我还从来没见景环 如此识别过呢 小意思跟我玩 他还太难 但景环毕竟是大将军之籍 你刚才用鼓鼓强行打压他 我担心他以后会帮我负运 我死都可以 对了我 景环对我下手 那就是不给您面子 侏辱沉死 所以小的我必须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侏辱沉死 你真是这么想看 千真万确 我这次提早去金云 就是想看看我们内部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内部不团结的话 这次很难击败上官秀的 表现不错 奖励你 今晚赐后本宫洗澡 谢谢公主赐 小的今晚会动用身上所有的常铸 把公主伺候的 神魂颠倒 十岁之位 但是 就算知道景环有异心 你又能如何 至少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负责这次大战的护擎 正所谓 兵马归动 粮草先行 他肯定会在这上面做文章的 就算景环再针对我 他也是我东周的臣子 我觉得他不会这样的 报 公主殿下 这英雄正在临江城 人家上叫拔 杀了所有俘虏的文将士 他还扬言 做我东周无人能拿下他临江城 请 玄一 被麻 公主要亲自出场 你灭了他的位 公主 一定要注意力气 四公主这气势 说不定能一举拿下临江城 哪有这么简单 当年南梁皇帝想灭我龙家 是太子李成童主持 大学是于世南出谋划策 而这个上官秀 就是执行人 这个 您的意思是 四公主会败 那咱们应该去帮四公主啊 顺便杀了上官秀这畜生 你以为我不想杀上官秀吗 只不过是时机未到 只能让四公主吃点子 才有机会都不吃 少主啊 那咱们现在就这么干的 没啊 赶紧去把握四公主 是 你怎么了 被你说中了 警方提供的粮草果然有问题 那什么吃完以后身体不适 敌军趁机偷袭 公主 要掩护大家行撤退 被上官秀重伤了 我 五千五千 快找大夫 好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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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夫 公主怎么样了 四公主伤势过重 已经引起浑身发热 恐无力回天 少爷好手段 现在四公主身受重伤 时日无多了 就凭他们几个 也非和我闹 等着四公主一死 这军权不是还毁我们手上吗 对啊 四公主 不是死了 你就不怕女帝掉个别人来 你的意思是 我 这有个神医 她能把四公主治得半死不活 能哭 怎么这是四公 这军权不还是 什么妙啊 走 带上你的人 我们看看四公主去 这种情况尚无一致手段 你的意思是公主会死 不 公主咱们可能会死 公主公主咱们这么年轻 从龙子 小龙子以办法度 想办法求求公主 小龙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她一个配件 怎么会治病啊 四公主的伤 还是交给本官吧 请还 把你油脸过来 笑 本官是当朝户部尚书 大军的良好官 为何不能来看公主啊 要不是你再良好也动了手脚 公主怎么可能会这样 我说八道 这东周谁不知道我景华仰慕公主已久啊 我怎么会害她呢 到底是谁跟你说是我害的公主啊 是不是你 警官 上次给你的教训 没工 这次又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啊 哼 本官懒得跟你一个太子 你说说你们这些人 在战场上连公主都保护不好 无论你们是不是故意谋害 都是死罪 都是死罪 你你敢 杀了我 这公主 可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能救公主 当然 本官身边这位就是苗香神医苗大夫 号称赛神农 天下之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他都救了 真的老夫从不打狂语 南江神医 没听说过赛神农确实是当时名医 如果连他都看不好的病 那就确实没救了 那你那你快救救公主 你想要什么 我们什么都满足你 赛神农是我请过来的人 要想让他治病 得本官同意太晓 陈大人 你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跟我一起联名上奏 告过陛下 是将军龙成恩 办事不利 才导致公主受伤 做梦 就是你让他们收拾美国 现在一个瓦罪名 扣在我们的 你再去投手 想玩是吧 以前我真是小熊 没想到 你竟然能赏出这样的两环境 你乱说什么 我又怎么能为祖先知掉到公主的手上 反正啊 现在只有我 到底怎么办 你们自己掉 谁说只有你能救公主的 谁说只有你能救公主的 你的意思是 你也能救公主 龙建军 事宽重大 可别义气用事啊 公主的伤脱不得呀 四公骨的伤 老夫置起来都击手 就凭他一个太监一想治好 吃人说梦 闭嘴吧老咱们 小子 你说老夫什么 我说你老咱们 俗话说医者人心 你看看警华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要帮他 我叫你老咱们怎么了 你 你 你什么你呀 你个江湖骗子 你是来救四公主的 还是来害四公主的呢 我 我 我什么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直接找个外婆子 直接叫死了 所谓天下医者救死扶生 你呢 注注美女 见前眼开 你 哎呀 怎么了 笑诚病发作了 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 直在这圈 警大人 你敢让他救四公主 我可不敢 小狼子 你只有办法救公主吗 哼 他能有什么办法 这小子不过是怕陛下怪罪 他害得公主重伤 垂死征扎吧 警大人如果觉得我不能救公主 那不如我们来打个赌 赌救 本官怕你一个小小的太贤不成 不过这彩头 可就得剩下 没问题 警大人 如果我能治好公主的话 警大人就自愿交出两次罐 乖乖的回到京城 坐你的护部上署 那你要是没治好 如果我没治好公主 那此次战败的罪名 警大人这几年在护部的亏空 我来顶罪 好 小太太 这次可是你自己找 请等呼吸看你怎么样 露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神医 这 保护好公主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尤其是这个老杂毛 好 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靠近公主的 不见 随我去给公主找药 不弄玄虚 看你们到时候怎么死 草卓 您真能治好四公主的病 您以前可不会治病 以前不会不代表现在不会 不就是细菌感染吗 这细菌是什么 老吴啊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呢 赶紧去帮我搜寻蜂巢 蜂巢 您要那东西吗 提取蜂蜡制作抗生素 竹竹 竹竹 您要的丰丰 好 老吴 你知道吗 这个古代墨西哥人 就是用蜂巢 提取蜂蜡制作抗生素的 二 您刚才说 谁的哥哥 墨西的哥 啊 墨西的哥 那这哥哥不见得 老吴 你说 老吴 他没有 我能不能预讨 又能预讨 你把公主的衣服拔了 把衣服啊 龙承恩 你好大的膽子 他是这么多人的面 你敢羞辱公主 你放什么屁呢 我怎么羞辱公主 你还不承认 本官宽宏大量 让你给公主治病 你却脱他的衣服 这不是羞辱是什么呀 我羞辱什么 我说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话行吗 公主的胸口被弓箭阻征 我拔开衣服怎么治疗 那 你不能脱衣服呀 男女瘦瘦不侵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嫉妒 我可以和你心目中的女神近距离接触 所以你还不说 你别胡说八道啊 公主是万金之躯 还未嫁人的 怎么能被男人接触呢 我是为了公主的清白着想 公主习 洗澡不是 洗澡 我早就算光了 搬个衣服算什么呢 似乎公主洗澡 我不光似乎公主洗澡 我还给公主按 挺大人嫉妒了 可惜呀 你得把你的二弟哥呢 不然永远都没有这种意 好啦 你是公主要紧你不走去 搞定 搞定 睡完了 公主怎么还没醒啊 你别着急啊 等抗生素发喝了药效 退了烧就会醒过来了 抗生素那 就是我刚才手里拿的那个东西 有了他呀 再严重的外伤也不会因为发烧而死 胡言乱语 老夫行医这么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抗生素这种东西 所以说你是个老杂毛吗 江湖骗子 还自称神医 丢人现眼 你 小台仙 老夫不和你较量嘴皮上功夫 等你治不好公主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去死了 我估计 你是没那个机会的 哼 大言不惨你 那你告诉本官 公主 什么时候你醒 等退了烧就会醒了 警大人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呢 就在这等等 应该马上走行 好 那我就等着 别忘了咱们的公主 你要是治不好公主 要 忘不了 我这太困了我得回去睡觉了 你们等着吧 哦 龙承安 本官等了一天公主怎么还没醒啊 我都不着急你招什么急啊 你老不干 小太监完全是故隆玄虚 来人给我拿下 不主不利干物公主病情 其罪当诸 给我救进正法 公主 公主 不可能啊 他就是一个太家 怎么可能治好公主 他可不是普通的太家 他是斗士赢国天下第一大入 于是拿到绝世太家 神无奇迹 神无奇迹 赛神龙 现在你相信我的意思 相信 相信 请问龙先生 您是怎么治好公主的 小学 我教你啊 不过呢 你得先修修你的医德 托儿赛神龙 拜见恩师 赛神龙 是本官请来的神医 怎么能办一个太家为师呢 景大人 赛神龙是实施物质为俊姬 倒是你 输了还不赶紧把军中后勤大群交出来 混回京城群 我要是不 那我就和公主上去地上 恐怕你的这些行为 连你父亲都投不了害群 一二 官这就上后冰箱 离开边境 找那 你俩怎么着急 警官同意租出 小龙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啊 小龙子就有那个什么抗生素 治好了你 赢了赌约赶走了那个警官 原来是这样 小龙子 你这次立了大功 本宫可要重重赏 多谢公主赏赐 不知道公主想赏我些什么呢 什么 伺候你能洗肺子的吧 小龙子谢过公主赏赐 本宫这次虽然醒了 但大败而归 我军损失惨重 我无法向陛下交代 我们昨日撤去吧 别呀公主 小龙子你必要帮你 公主啊别急 还不到那个时候 你不早说 被他都打败着 我快说 公主啊 虽然呢 这次我们吃了大亏 但是 我们赶走了警环 虽然你被上官秀 轻易的击败了 啊 我是说 他们肯定会轻敌 所以呢 交兵便 这道理我都短 但是临江城铁桶鱼 你打算怎么够 过吗公主 小的老家就是临江城的 对临江城的情况清清楚楚 所以呢 小的想要偷偷的侵入临江城 去偷取上官秀的不防图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料敌于先 突袭临江城 大败上官秀 但是还不能告诉公主 我说 怎么这个就好 这招 管我 七日之内 我必拿下临江城 好 要是拿不下 我就将你先请 再进再上 公主 小的 已经没有那个了 所以呢 没用钱 可以直接 先奸后杀 玄姨 你跟她一起去 公主 我一个人就可以去了 不用抱 本宫什么时候说让玄姨帮你了 我是让她监视你 监视我 公主 小的对您忠心耿耿 为何要坚持我 是你自己说的 你是临江城的人 万一你入宫之后 不想当太监了 遵命公主 那小的先下去准备了 玄姨 小龙子不会武功 我找借口让你留在他身边 不想让你保护他 遵命 小主 哎呀 少主 你跟四公主约定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而且你马上就要潜入临江城了 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着急 急有什么用啊 少主 那您真是有所不知了 您要偷不藏图这事儿 就弄传开了 我知道 就是我传的 啊 啊 那那您还去吗 去 真热 真热 你怎么会 我知道叶星叶虚不太紧了 哎呦 抓破剑啊 这不是衣服紧 也就是质物太大了 我学到 你好好按摩 小小主 好啊好啊 你都能治好公主 敢定能帮我小主 好啊 你怎么在做 我行 先帮他人 你等着我啊 嗯 将军 消息是真的 东周派了人来偷不方图 就是 假不方图安排好了吗 我已经安排到的 好 只要他们拿到假的不方图 就一定会偷袭林江城 他老师 咱们就给他们来一个 哦 什么 嗯 都可以将军 即此高明 命令全军准备出击 搏捉地鲁西 你怎么在这 门口我从门口进来的 爬到一个里江城的大帅 我竟然也开门了 你 追醒 成功姓龙的爹太厉害了吧 你不觉得太简单了 什么意思 上官小生性极度谨慎 他的帅服里面 防守怎么会如此轻松 为什么呀 你还真是凶大活 你早就料到了有人来拿冻防毒 所以说他是故意的 老婆他要抓我 小子你快走 我给你好 等会儿等会儿 这么久都没有埋伏出现 那也就是说 上官秀他的目的不是抓我 为什么要干嘛 他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偷走这个假的不防徒 顺势埋伏教了 一发 奸诈的计划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有这张两极 我有 顾强梯 你看这张讲的不防徒 北门 黄手西书 那也就是说上官秀在北门设施了重品 难门就是口血军 对呦 到时候趁机打开城夺取临江城 那我们怎么打开城 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呢 只需要负责控制公主 让他赶紧准备连夜攻打临江城 好 自己小心 松阴大法果然是天下桥 这心语觉也变得灵敏了 果然李云基在这里 说起来这女人还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没想到真正在中后 便宜上官秀这狗东西 夫君 你不是去城门寻房了吗 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你都好久没有给我擦身体了 今天你来擦吧 你今天是累了吗 怎么擦的动作这么新呢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别乱来啊 我夫君可是上官秀将军 你要是敢乱来 他不会放过你的 上官秀杀我全家 奪我爱琴 你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报答他 你是龙臣哥哥 别让无恙 龙臣哥哥 我以为你死了 我才嫁给上官秀的 看来这女的还对我有情意啊 那就不用我打没求她了 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 我把命给你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我真的不知道 我父皇当时会对付龙甲 听你这句话 我的心愿意料 死而无憾 所以你这次是为找我的 我忘不了你 我辗转流落到东周 听说上官秀 带你来此助手 我冒死去 就是想要再见你 只快走吧 让上官秀发现你来了这儿 他不会放过你的 龙江城的城门已经紧闭了 没事 我也应该去陪我龙家的英雄 元气 珍重 等等 你再不起来 我都眼不下去了 我 我带你出去 现在是战士 城门紧闭 我去偷上官秀的令牌 到时候城门一看就溜出去 好 龙臣哥哥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要回南洋了 好 好 这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龙子不会有什么事呢 让你保护他自己跑过来 小龙子要出什么事 为你什么 路快开门开了 小龙子果然没有听 终将士随我夜袭城门 攻占离江城 上 将军 大事不好了 东州的奸细打开了南门 现在东州大军已经破战而入了 他们明明已经派人来图不防徒 居然没有上大 将军 他们的目标不是不防徒 而是城门 那个东州的奸细是谁 好像是一个太监 叫龙城门 太子 一个太监哪来这么大本事 将军 东州大军事人豹主 人家城守不住了 你 帮我命令 朝阵是 成恩 恭喜四公主 攻下林郑总 你先让上官秀跑了 上官秀 下次我必杀了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小龙子说 在为四公主殿下而感到高兴 你放心 这次攻下林江城 你是首宫 我一定会向陛下 你请审 公主 既然我们已经攻下了林江城 现在是否颁布安民告示 开始治理林江城 上官秀 上官秀 恐怕没那么容易放弃 你是担心 上官秀会卷补出来 报告 发现上官秀 同众部队 在林江城北部期间 这么快 我军经过两次大战 损兵折较 人困难放 景环回京城的时候 带走了大部分的自动 这可让我们如何抵挡 没关系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公主 上次我让你准备的五百铁匠 可在军中 一人不少 老吴 帮我准备几件东西 请讲 一是硫磺石 二是石墙上的墙销 三是木柴燃尽之后 剩下的黑色木炭 是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造一大力炮 将军 太子的援军三日后便可抵达 好 这次分 将军是要活捉帝罗西 还要解抗成了千刀万华 若是东周野派兵来源 他们拒险而守 我们恐怕占不到便宜 我料定景家不会出手 他们巴不得看着帝罗西死在里 将军 我都火烧没冒了 你怎么还这么悠闲 你那什么大力炮呢 意大力炮 啊 老吴 哈 这么厉害 有了这东西 就算百万大军也不在华下 小龙子你还是个全才 可以当公布的上书了 谢公主赏赐 也太贼了吧 也就随口一说啊 公主呢是金口语言 说话算话 这公布上书呢 等会就收下了 先守住临江城再说吧 我断尽上官秀必将三日之内攻打城池 老吴 老吴命令铁匠铺连夜打造200的意大利炮 多力 怎么呢 什么意大利 呃 一个大力的炮 意大利炮 嗯 嗯 嗯 压力炮 大险神威啊 南梁军丢盔棋家 在农天军的布置下 我们两一杀出 沙南梁军投降过半哪 好 这一意真是大快人仙 恭喜 战争上官秀得胜回朝 小龙子 这次又是你的功劳 你放心 回京之后我一定奏命陛下 让你加官进职 多谢公主 加官进职是小 哦 那什么是呀 公主洗澡为大 衬命令 一日万事回朝 封命令一日万事回朝 一日万事回朝 一日万事回朝 尔臣参见陛下 免礼 四公主此次大扣南梁 养我国威 该重赏 陛下 全请陛下 将临江城赐予四公主 作为永久封地 好 转送 恭喜阿乐险 四天公 天的真急 陛下 这次攻占临江城 太监总管龙承恩有大功 而臣请求封他为公布尚书 哦 陛下 尚书乃是朝中一品大人 让一个太监担任 通遭天下耻笑 是啊 我国尚不让太监重生的先例 这次大破临江城 是龙承恩的功劳 之后他又守住了临江城 这么大的功劳 足以方为尚书 他一个太监 怎么会有如此本事呀 四公主 你就别为他粉饰功劳了 陛下 各位大人 龙承恩的事情 大家意见不一 我有个提议 还请各位听听 出来听听 陛下 四妹举兼龙总管 是因为龙总管 在临江城立下大功 又发明了神奇武器 短时间内守住了临江城 没错 这些都是龙总管的功劳 而各位大人反对 则是因为龙总管的身份是太监 担心天下人耻笑 依我看 不如让龙总管 暂待公布上书一职 如果不称职 我们再撤职 如果做不好 就足以证明太监无力从政 那么龙主管 就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你说不称职就不称职 那要怎么评定 公布目前有一个大难题 就是京城百姓烧柴的 这京城人口百万 每天需要的柴有很多 但我们周围的山林都被砍光了 龙主管要是能解决这个大问题 就算过关 烧柴的问题存在了几十年 你要龙主管怎么解决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了 我西这个小太监很能干的 我相信他一定能解决 微臣愿意接受这次挑战 还想请大人不要失言啊 哈哈 龙主管好气 希望龙主管再放奇迹 好了 就这么办 儿臣参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朕 听说你打得很辛苦 是 幸亏有龙承恩 不然这次可能会惨败 龙承恩履历大功 本该封赏 但他的身份太特殊了 曹中反对他的声音也很多 你也看到 儿臣 有一事想问 如果龙承恩的身份不是太监 那会怎样 自然是死 龙承恩的身份正查过了 你大可放心 是 去问问龙承恩 打算怎么解决木柴的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难道 要让他用法术变出树林吗 公布上书的位子 聊坐我 就必须拿出浮重的手段 诶 轩姐 你鬼鬼祟祟的把我叫过来干什么 不是说要帮我给胸口消主吗 消主 你不会不认账吗 不是 求知不得 那轻点啊 你别说啊 你现在还点小一点 那当然 我的这技术啊 可是一流的 还挺舒服的 哎 轩姐 嗯 我得先去伺候公主啊 哎你记住啊 以后要多多小转 不然还会转回去的 对 对 小龙子 警环出的难题你想到解决办法 当然想到了 我想问一下啊 东周附近有没有那种地孔啊 就是土里冒烟 火火自然的那种 就是那种 我想去看看那个地孔 那地火的烟雨是有毒的 人进去人家会瞎掉 呼吸也会变得困难 嗯 警务怀让我解决 城州百姓烧柴的问题 我的计划呢 就是地狱山 你没开玩笑 我当然没有开玩笑 地狱山呢 应该含有大量的煤炭 含流量比较高 燃烧以后呢 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流 产生有毒气体 但是如果利用的好 那就是一个大宝贝 在魏公公一起去 魏公公 魏公公老家是那儿的 对那儿熟悉些 遵命 小龙子 小心点 不要被毒死了 你可是本宫的大宝贝 放心吧公主 小龙子我求生欲可强了 你要不是太监 该有多好 刚才吩咐你的 都听清楚了 都听清楚了 地狱山 毒气炫 龙公公不顺 灵难 魏公公 本官扶持你多年 你可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 你藏在民间的七小 将死无丧身之 小的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的 如果刺杀失败 你将如何应对 那是因为小的事满梁的间隙一切事情和警大人毫无任何关系 好 还算聪明 去忙吧 是 龙总管 那 这里就是地狱山的地界 我本来以为 这地狱山附近很荒凉 没想到这一路走来 附近居然有不少村落 魏公公 这地狐不是有毒吗 地狐虽然有 却能取买 那些买不清木柴的贱民呢 就住在这一路过中 东周的冬季寒冷 没有木柴取脑会死你的 哼 谁又在乎那些贱民的死活呢 龙总管 再往前走 就是地狱山 戴上围巾 必须要遮住口鼻 大陆 为 为何 为何有点头晕 头晕就对了 你 龙城 陛下有命 吓了你 你临京城所有死亡的姓氏们不愁 你是南梁真实 你知道他太晚了 你是南梁真实 你知道他太晚了 你没有宗族 可你单独出来 我怎么敢用你的东西捂住口 你知道未经有毒 我在东周潜徒了几十女 自认为做的是天衣无份 到底是哪里的 你没有报了 我也不知道有毒 我这个人呢生性多疑 公主跟我说你老家是这里 可是你却称了我 称呼这里的百姓一口一个箭 别装了 就你 这点三脚猫的部分 还想对付我 啊 傻了 老子学过 嘘一打 杀你比杀劲还 这 小龙子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公主公主不下你 让我带侍卫过来抓住你 这怎么回事啊 南梁坚写想想杀我 你没事吧 没事啊死不了啊 不能晕 人声音大 是是笑 哎小龙子 小龙子 哎小龙子 小龙子 公主 姓姨 这是怎么回事 未官过是南梁的奸血 他刺杀小龙子 幸好小龙子聪明 将他反杀了 是不 自己中毒昏倒了 快去请太医 已经请过了 再去催催呀 是 小龙子 你把千万不能留神 是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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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坑主 没事吧 我好像中毒了 应该没这么大 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冒充太极混进了东州皇宫 糟了 之前受伤晕过去了 修议大法失效了 被公主发现了 怎么 说不出话 公主你听我解释 我是真大假 还敢狡辩 七年所见 淡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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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既然第一时间没有告发 那就说明他对我有感情 哦 公主 其实是这样的 我刚进攻的时候呢 确实是 但是呢 我进攻以后发现了一本武功秘籍 上面写到修议到顶峰以后 就能断肢重生 没想到 连那儿都断肢重生了 你以为用这么拙劣的解释 本宫会陷 我说都是真的 我拿一样东西啊 公主请看 这就是我得到的武功秘籍 尽快我早就料到了有这么一把梭阳入腹 改成了断肢重生 我真是机智啊 哈哈哈哈 这确实是本武功秘籍 你没骗我 苍天在上 小子就算再大胆 也不敢骗公主 那又怎样 就算断肢重生 你也是个假太监 关锡 本宫一样杀了 就算断肢重生 你也是个假太监 公主 我现在是真大胆 那本武功秘籍上面不是说了吗 要修炼七七四十九年才能修炼之大胆 让我断肢重生 所以呢 我现在只是唐花一天 还敢狡辩 我亲眼所见 你已经断肢重生了 公主 我那是唐花重现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来呀 你现在就验 好好 本宫信你 小公主相信我 不过我警告你 以后不准在宫里乱来 你要是真的断肢重生了 就 就跟我一起去见陛下 坦白真相 我的天啊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的毒 怎么样了 有公主在 小的龙金虎猛 不过那公主 这次地狱伤 我真的没有拜保 可以解决烧柴的问题了 你都中毒了 还烧柴 这点小伤 犯什么了 公主 地衣山上 那个黑土 可以取代木柴 用黑土取代木柴 那种土 叫做煤炭 只要把黑土中的杂质去除 就可以当做木柴用 而且 足够经常用上数百年呢 数百年 嗯 我现在就去公布 开始筹备制造煤炭的事 等一下 公布 都是锦缓的人 你可使唤不动 我陪你去 还是公主对我最好 其又此 本宫今天过来 居然一个迎接的都没有 他们是针对本宫 我看他们不是针对公主 他们针对的是我这个公布上场 毕竟没有哪个正常男人 愿意被一个探紧 这件事可由不得他们 玄一 再去把公布的人给我叫啊 是 不用了 公布是朗徐明 拜见四公主殿下 徐氏了 徐明在公布干了二十多年 一来之间 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是下一个 上书 徐明 这可是陛下 清点的公布上书 你不认识吗 属下徐明 拜见少书大人 把公布的人都叫过来 我有事情叫你们去办 公布的官员都在忙着 没时间过来 徐明你好大的打 竟然敢碰撞上书 老夫说的是实话 您若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过去查看一下 你 公主你放心 这老小子 我来解决 徐大人 本官这次前来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龙上书过来是解决京城烧柴的问题吧 发过树老夫之言 此事解决不了 你错了 徐大人 本官这次前来 想和徐大人打个赌 打书大人是想打什么赌呢 如果我能解决京城烧柴的问题 以后公布便听我的 如果我解决不了 那么我会向陛下请求 让徐大人公布上书 少书大人此话当真 四公主在此 比黄金还真 嗯 没错 本官今天 又亲自为你们作证 好 那下官就和龙大人赌这一把 看看龙大人 是否真的能解决京城烧柴的问题 但是呢 本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徐大人你要全力配合我 公布的人 任不了 徐大人你还在犹豫上吗 不管这件事情成与不成 你都是赢家 如果成 我会向陛下请求 如果不成 你徐大人就是公布上书 好 老夫就答应你 徐大人 你去派人前往地狱山 拉石车的黑土 记住 只要黑土 不要你一把 地狱山的黑土可都是有毒的 你去办便室 下午就有 让你去就去 难道你不想履行赌约吗 既然四公主说话 那老夫马上去办 党书大人这一次赌局 你输定了 那我们就拭目一看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臣有本奏 爱卿请讲 这龙上书代为管理公布已有些事 若这烧柴的问题还未解决 不如 又来 公主 你别生气呀 这赌气已到 他没弄好 不如自己投降 留分颜面呀 我完成的差不多了 解决了 怎么可能 什么鬼 胡说八道 信口死疯 陛下 这龙承安在这大殿之上口出狂言 臣以为 这 这是何物啊 这叫风波霉 哼 笑 一块黑石如何能解决财火问题啊 硬是故弄玄虚 你非要自取其辱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真的烧开了 奇迹银巧 烧开了 这个月子就弄了这么个东西 这京城百姓百万 你都能供应过来啊 各位大人 龙大人的确用特有的技术 解决了京城烧柴的问题 徐明 你是公布的侍郎 说话应该实事求是 能不能帮龙城胡说八道的 下官并没有胡说八道 龙大人解决京城缺柴问题的办法 简直是神乎奇迹啊 你 好 本官倒要看看 是怎么解决这难题的 龙城安把地狱山的黑土 变成了蜂窝煤 比木柴好运 地狱山 那地狱山的黑土可是地狱之物 还有巨 你把这东西带到大殿之上是何军心 难道小刺杀陛下不成 陛下 这黑土经过龙大人处理之后 这冯王梅下官亲自检查过 确实无毒 并且热量更足 比木柴更好用啊 你 哎 请大人 如果你不想用的话 可以不用 这好东西呢 我们大家一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根据公布的不算 地狱山的煤炭 我们用五百 五百 让我们几十年的难题就解决了 哎 厉害啊 让人被一个太监解决了 你是如何做到的 对 你是如何做到的呀 本官就不相信 这东西凭你一个太监就能做得出来 这是我朝机密 警大人只需要知道 这蜂窝梅 是我朝独有的 无毒无害 大家都知道 这黑土有毒 如果你不把配方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敢用啊 警大人 你也知道 南梁的奸细 还没有查出来 如果把被方传出了 被南梁学了去 岂不是自你 你 愿赌服输 朱爱卿对龙承恩 任公布上书立职 还有意义吗 我赞同 恢复百配戴卿 就劝龙大人这样的能忍 儿臣也赞同 龙大人担任公布上书 臣赞同 臣服役 臣服役 那此事就什么定的 最爱卿 还有事吗 陛下 微臣请求 提高今年的税负 将税收提高两成 以平衡国库收支 提高两成 国库没钱了吗 请上说 国库的收支 不是一直都有结余吗 为什么要突然加税 之前龙承恩攻打连江城 出动大军二手 老迷伤财 现在又烧炭炼煤 户部早就入不复出了 原来景大人突然加税 是冲住过来的 笑话 我只是旧事润事 户部每年都有结余 就算花销大的心 也不至于掏空国库 洛西 你只会打仗 你哪知道户部的家难当啊 更何况 家父说北方的蛮族 蠢蠢欲动 这军费花销也很大呀 你在用北方边境 威胁朝廷吗 我这是实话实说 你说我父亲要是得不到军费 导致北方打了败城 这蛮族南下 这朝廷可就有灭国的威想了 这朝廷可就有灭国的威想了 灭国 做爱心 说说吧 此事该如何处置 南梁力兵默骂 蛮族虎视眈眈 这军费确实不可短缺 文尚书 你怎么看 二公主 陛下 臣认为先要查清户部的账 看看到底是哪里 亏空巨大 嘿 你个死太监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觉得 本官贪污不查 我只是说 查清户部的账 为什么景大人 如此紧张呢 那你要查户部的账目 那你就说我贪污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只是建议 查清户部的账目 这有何问题呢 莫非景大人 真的心里有鬼 怕我们查 华西 你别被这死太监给骗了 他就是在针对我 六部每年都是要核查的 今年就先核查户部的账目 这件事 谁愿意去做呢 这这这 我可不可以 看不明一群老幼条 都不想得罪景家 活该被景家压了 不如 就让龙上述来吧 他能力强 最擅长解决难题 陈 反罪 这公布事物繁多 我怕龙大人忙不过来啊 龙上书 你自己怎么看呢 未捐分忧 是臣子分内之事 微臣领命 景上书 你意下如何啊 臣 尊 不过 这查账 也得有个期限 那景上书 觉得多久合适呢 七日 顾布账目繁多 七日怎么够查 这样影响了军匪开支 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哎 七日就七日 好 那就七日为见 退朝 龙上书 你要是查不出个子丑营吗 我跟你没玩 多谢关心 一定不顾景大人厚案 走着瞧 早晚有一天 我让你跪下去 我好怕呀 龙大人 陛下有请 请我 正是 为什么从有种紧张的感觉 轻跳的不停 来了 小的龙称恩 拜见陛下 这女队不是五十多岁吗 怎么看着和十十八岁的少女 怪不得几个公主身材都那么好 原来是你 低的鸡鸡强的 丁若西说 你梳头的技术很好 来替阵梳个头吧 怎么 不愿意吗 不敢不敢 你拆时办得不错 文斗赢了南梁 临江城 打败了上官秀 如今 成了公布上书 那都是 陛下赏识 还有四公主 多多提醒 小的只是运气好爸爸 回答得不错 想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出来 小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太监 已经不敢在奢望上了 好看吗 好看 陈干法 陈有罪 你的确有罪 罪还不清 龙臣将军 龙臣将军 是是是 陛下 您刚才叫小的什么 龙臣南梁郑国将军 龙野之子 因龙家灭亡 皇王道东周 你藏得够深呀 龙将军 完了完了 女妻竟然知道我是龙臣 那这样死敌了 对赶紧下办法 小小办法 小小办法 既然陛下知道了 那小的也就不再隐瞒了 小的就是龙臣 南梁 与我东周 是死敌 你父亲龙野生前 更是多次进犯我东周 你如今 还敢留在我东周后宫 甚至当起了后宫总管 兼公布上书 你好大的胆子 陛下 南梁皇帝昏庸无动 听心谗言 害了我全家 我与南梁不共戴天 听你这么说 你与南梁脱离干系了 陛下 南梁我已经回不去了 是陛下 还有四公主 那我第二次生命 我忠于陛下 忠于东周 忠于四公主 龙臣 朕知道你在想什么 臣对陛下的心 亲地可信 日月可表 起来吧 亮宁也耍不出什么花样了 谢陛下 天了 幸亏这女帝还不知道我是个假太监 不然就真死定了 宋颖大法 你可真是帮了我大 来说说 你堂堂南梁龙将军 为何要留在宫里当一个太监呢 臣是想借助东周的力量 向南梁复仇 所以 你是在利用着 这都是宋命题啊 回答不好 估计就看出 臣不敢 臣只是觉得 臣跟陛下志同道国 臣是来辅佐陛下 回答的不错 谢陛下 日后 你好好做事 龙臣恩就是龙臣这件事 除了朕 不允许再有第二个人知道 明白吗 臣明白 对 不不查账一事 你怎么看 明面上是查账 实则是萧若且下的力量 必须要有平有据 否则就是坑害朝廷命官 到时候陛下也会驻着 很聪明嘛 啊 正乏了 你退下吧 是 然后 有 可以 你 公主 别吓唬小的了 小的快要受不了了 陛下在那儿 被吓成这样 陛下跟我说什么 过不查账的事情 小龙子 你该不会是人 对陛下有非分之想 被陛下呵斥了吧 公主圆王 小的现在还是个太监 断肢都还没有成生 怎么会有非分之想呢 没有最好 这次是跟二姐一起去查货 因为要好好 不准对他有非分之想 桃花一线的也不行 公主放心 小龙子永远都是 四公主的小龙子 你要是敢投靠二姐 我就把你先见了 杀了 公主 你别吓唬我了 你觉得 本公主是在吓唬你 我的手段 可多准 公主 你放心吧公主 听说 那太监入住户部了 没错 少女 陛下怎么突然想起 查户部的账 我想增加税收 来提高付起的军费 女帝借机发挥 这次 是冲景家来的 那些账目 没问题吧 放心吧 上 七个月 查诺明白 七日 除非天王老子下凡 好 这次 我看他们怎么想着 这是户部往年的账目 两位请过目 这么多 这符合查写 这古代记账也太落后 难怪别人查不出来 还有这些 和这些 陛下 微臣已经把户部的账 查得清清楚楚 不可能 这才三天时间 这太早 就能查清户部所有账目 景大人要是做不到 不代表 你没问题做到 龙尚书的确已经查清户部账目 所有文书都在这里 是户部的账目 我做了 龙尚书有三个 哪怕是 本国的数算高数 没得半年 我怕都哪里 我就不相信 你个死太监 能查清所有账目 这什么东西 什么鬼话符啊 这是一种新的制装方法 叫做富士纪账房 户部的账 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胡言乱语 闻所未闻 那就算是有这种纪账房 那户部有那么多 几十年的老账房 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 偏偏被你个死太监 发现了 那是因为户部尚书 是景大人你呀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你敢骂我 我只是在陈书事实 户部在景大人的代表下 千疮百孔 不查不查 一查想要 把账目呈上来 请华安 自己看 短短三年时间 户部亏空七百万两之多 你这个户部尚书该当得罪 陛下 冤枉 陈恩尽忠知识 怎么可能亏空七百万 一定是龙承恩 用他的假的进展法 污蔑为臣 胡说八道 小龙子品行端正 怎么可能污蔑你呢 我已经再三核查过 户部的确有七百万两亏空 龙大人并没有污蔑你 这位公主 这佛太监 当着你们的面 他不敢造成 那他那什么 富士记账法 一看就是动了手脚 你们不懂算术 被他骗了 很正常 如果你觉得我的 富士记账法有问题 那么 在场懂得算术的大人们 可以看一看 到底有何问题 朕倒是觉得 这个方法不错 诸位大人 有谁愿意试试 这个新的进展法 这可不好办 是 吃进了进家 吃两个都这样 很愿意 好 妙 这种查证方法 让收支变得明明白白 还能在多个账目之间 相互联系 您这查证方法 是从哪里学的 我也想学一下 我以前在军中管理粮草 粮草的数量太多 容易混淆 所以我自创了这个富士记账法 不可能 你叫人一太监 龙尚书先是斗师 打败了南梁第一大儒 后又攻下了临江城 还解决了京城烧柴的问题 自创一种记账方法 算不得什么 那当然 小龙子可是我的人 简大人 现在证明了富士记账法没有问题 那你亏空的七百万两 该如何解释 布布尚书 为何不有如此巨额的亏空 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 陛下恕罪 臣管理不当 对属下做的事情没有查清楚 导致国库 亏空严重 臣 难辞其咎 警上书只是管理不善吗 难道你想污蔑本官 跟我贪污了 户部银两吗 陛下 归臣 有事请奏 说 臣和二公主去户部查账的时候 发现 去年 淘州的赈灾款和车马费 被人挪用了 导致曹中 十二万人被饿 原来如此 算不得曹中 一三五百万 和国阳明二十 快 赈灾的两款也该贪污 来人 给我查清户部 朕倒看看 这赈灾款 到底流向何处 朕倒看看 这赈灾款 到底流向何处 陛下 臣请调我父亲回京 一起捉拿贪官 父亲官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拿你父亲景天烈来威胁我吗 公主息怒 臣 只是想将功赎罪 让景天烈回来又 他还敢带兵 攻打京城吗 陈这就让我父亲带兵回京 彻查 故 动 这件事 还用不到几个大将军回来 故不得悔空 你难自其救 朕 要免去你故不上司的职位 你何有意见 陈 没有意见 陈 谢主龙安 警天烈忧兵自主 现在还不是和景家翻脸的时候 难道要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吗 放心吧 会有机会 陛下 这户部欺空严重 影响国政 臣请命 让龙承恩当户部上书 你是想让龙承恩给你擦屁股吗 你是想让龙承恩给你擦屁股吗 公主 我只是相信这龙大人的实力 龙大人 虽然你现在是个太监 那曾经是个男人 不会不行吧 陛下 微臣才疏学情 干个多 想坑老子 做梦 龙承恩 你之前不是挺能耐的吗 难道是将狼才尽了 哈哈 陛下 户部欺空数额巨大 且不说龙大人是否能填补欺空 就算能 只怕到时候 有些人又来摘桃子了 只要龙承恩能管好户部 填缺欺空 我就把户部给他 放肆 朝廷的丫属 其实你说给谁就给谁的 臣 只是为了东周着想 绝无私心 好 既然警官你这么说了 那朕就下令 让龙承恩 兼任户部上书一旨 如果他能够解决户部 亏空的问题 那以后就让龙承恩担任户部上书的职位 你们不得反对 警官你可同意 陈 遵旨 就怕某人不敢啊 龙承恩 你呢 某人不敢 微臣遵旨 警家真是嚣张志气 要无事 干脆派遍 公主 万万不可 如果警家联系南梁 那我们请不出父辈处理 难道 要让他们继续嚣张下去吗 陛下这次呢 让我接手户部 是有目的的 如果我们能掌握户部大权 到时候警家 就在没有军费特权了 我看他们怎么还拥兵自重 那不是七百万两的亏空 你有把握吗 小笼子我呀 什么都把握得住 喜欢随便的皇室 快说有什么办法 办法呢 倒是有的 不过呢 我得去找二公主戒掉一些人手 上次呢 我去二公主那里呢 看到有不少老帐篷 能力都还不错 我想抽掉一些人手 你不是什么 你不是什么 想去信口她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小笼子我啊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绝对不会跟他们听吧 你要是敢背叛我 去叛你 先见后尚 先见后尚 小笼子我啊 明白 你现在是户部上书 这件事情你决定便是 多谢四公主 户部的生意 一向是和龙帮的时间合作 龙帮 龙帮的生意 遍布草运满道 各国的生意都需要它的帮助 而龙帮又与景家交好 可能不会跟着 只要你能把时间给我约出来 我一定能够打 职帮主 这位就是我们龙大人 龙帮帮主 时间 见过龙大人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我这次来呢 是要和龙帮合作 这件事多有不变 有何不变 东州的贸易 我们只和景家谈 我这次来呢 是来跟你谈你全天下的吗 你尝尝我这杯酒 这么清脱的酒 好酒啊 好酒啊 这酒就是本官尿 取名为茅台 龙大人是要谈出酒的声音是吧 没错 这么纯的酒 很费粮食的 不知贵国一年能产几盒呀 为了表达成绩呢 我把它的配方给你 提高产量 而且每天我只要两笔利 天下有磁灯好事 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龙方把提供粮制的渠道 优先级提供给我们 哈哈哈哈 好 此事我时髦人硬下了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箭 南梁文方鼎盛 文人好雄 必定是一个好市场 还有文族 天寒意 喝酒暖身 你可以在那里生产 免去运输 必定大 龙大人主要名不虚传 在下先行告辞 小龙子 这能行吗 现在生产的酒豆 都是低度数的酌酒 我给他的茅台 可是高度数的酱胜酒 必定大 一瓶两厘的风红 要赚七百万两 那得百年以后了吧 从上书 这是这个月 互部的分红 这茅台这么火爆 就这些 没事没事 十八朵 你先尝尝这个 这是龙少叔的新品 先尝吧 好茶 这比西面上茶都要好啊 这是我让东部 用我最新发明的制茶工艺 制作的茶 名叫龙锦 谁帮助 有兴趣合作吗 有 当然有 龙少叔的新品 我们应优先出货 那我们合作愉快 好 别忘了我的粮食 没问题 这就是龙成恩酿造出来的茅台 错 龙帮在京城 最近这酒卖的异常火爆 这个龙成恩 可真是个机灵鬼 如果单靠卖酒 是不可能填补亏空的 朕从未想过 他能填补亏空 他只要能撑住就好 下来 是要拖住景家 嗯 这个龙成恩 能给我们惊喜 也说不定 茅台 这个死太监 少主别急 卖酒的银头小利 是填补亏空的 他填上了亏空又怎么样 只要等我爹回来 女爹还是会乖乖 把户部还给我 少主应你 让那个死太监去折腾 现在坐得热乎朝天 只要他在户部一日 父亲就拿不到军费特权 他撑得越久 就对我们越牟利 少主 宫里一直都在传 这个龙成恩 是个假太监 我看 不是空雪来风 假太监 陛下 臣有本奏 本奏 外界盛传 他龙成恩 欺君往上 根本 就是个假太监 你有完没完 小龙子怎么可能是假太监 景大人 龙成恩早在文斗南梁之时 就雁明正身了 听闻 这世上有一种功夫 可以缩阴入腹 掩人耳目 是一种鬼话 运气 二位公主 为何如此袒护一个太监 难不成 外界的传闻是真的 他龙成恩 会乱通围 混在后宫当面手 几华 顺言 外界的风言风语 带到朝堂中 成何体统 微臣不说 那外界 到时候 即便是假的 也会变成真的 真的那时 东州的颜面何在 那按照景大人所言 这个流言蜚语 该如何处置呢 将龙大人暂且收监 彻底查清 你好还龙大人 你给亲 你又听 那父母和冥王的生理 合作 是不是要停止 不会停止 只怕 焕发新生的父母 会重新回到景大人手里 微臣 也是为了公主 和陛下的名声着想 景大人 外界传闻说 我是个强态 那么正 我也听到了一个传闻 景大人想不想听一听 什么传闻 外界传闻说 景家是带出两财 但是景大人手无腹肌之力 是个天生的态度 你 你 景大人是天眼 根本没法令 怪叔 景家是带出两财 是带人 我真是带出两财 怪不得 你 你是从带人 我常常气使男儿 怎么可能是太人 倒是你 朝野上下 都说你是个假太人 我看你就是会乱不为 好 那就按照景大人所言 我在这朝委上下 搭着重大圈的面 燕银正身 让大家看看 我是不是个假太人 龙翠 啊 这大殿之上 你坏一坏的 操何体统啊 景大人啊 我敢脱衣 你干吗 哎呀 嗯 哦 难道景大人 是个侦探 你 欺啥我呀 好 好景家是 当着重人的面脱衣 请不 把我倒地吧 好了龙臣 孩子快把衣服穿上 成何体统 是陛下 我敢当着朝堂 叶鸣正身 某人却不 罢了 互顾尚书的事 荣厚在意 退潮吧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个宝贝 专门解决 你那比较大的问题 你放心吧 我已经让兄娘去给你做了 估计马上就能拿到什么 我霸道 我看你啊 又是想占我屁 我胡说霸道什么了 我要是想占你便宜 直接动手不就行了 何必这么拐弯抹角的 干什么呢 光天花日之下 你可别乱了 我呢 不是想帮你 占一下尺寸 王总管 您要的东西 我们绣好了 差不多 好像很适合 这场上穿了 都跟你说了 这是个宝贝 我给公主也做了一下 明天 咱找公主试试去 公主殿下 这是我的新作品 公主您想试试 什么东西 这是小龙子的新发苗 突然上可舒服了 公主 你感受一下 这么甜啊 还给本公主试试 小龙子可真是心灵丑丑丑 任何公主 这个穿上的可方便了 咱们再打的时候 都不会乱倒吧 你看 这东西叫什么 这叫女武神胸脚 专门为云星踢出来 好东西 多做几次 我西宫的宫女 每个人都要 遵命 公主 不过做这个呢 需要先 上来一下使用者的制作 嗯 你亲自去办 不得家丑与他人 这下有福了 放心吧公主 在下一定 仔仔细细 认证知证 绝对不让任何人家 诶 前几日 你说要加快步骤 填补互补的亏空 你是要把这东西 卖给龙帮吗 嗯 但这东西民间能模仿 你光靠卖这个 什么时候能填补上 小龙子 你的茅台那么受欢迎 为什么要把配方公事 自己只收那个 专利费 对 专利费 啊 是这样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粮食产量比较低 但是这个茅台呢 它又是高度久 很费粮食的 一旦引起灶光 我们将无力承受 原来是这样 那户部的亏空 什么时候才能填补 我看你一点也不着急 放心吧公主 良人自有妙气 什么样子 漆户 不好啊公主 怎么了 兵部尚书白球链回来了 他联合警环 还有其他大臣 要一起弹劾小龙子 没了 陛下 微臣刚从边境巡防回来 听说朝内最近动荡不安 来不及回家 便匆匆商讨 请陛下恕罪 白相书免礼 朕听说 你要弹劾龙承恩 是 什么罪名 自己判过 如何自己判过 龙承恩发明了茅台 却将配方公开给了 北方蛮族和南梁 导致敌国获利丰厚 白尚书领兵在外 对这朝中知识挺了解的 你还敢来 还有什么事情 一并说说 自龙承恩接手户部以来 屡次拖欠军费 我想问个龙尚书 那些军费去向何处 龙尚书 可有此事 是 户部亏空 节省开支 很正常吧 节省开支 听说你第一天上任 就将户部的存款挥霍殆尽吧 白尚书 户部的钱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吧 我看你是担心几家 害怕户部的位置 被龙承恩上了吧 龙尚书 可有此事 为陛下 确有此事 大大龙尚 接手户部不仅没有 其亏空 还拖欠军费乱火军心 其费当作你 这小子果然有后手 原来玩的是连环计呀 龙尚恩 户部的钱 你用来干什么了 唯陛下 屯粮 笑话 现在是风调雨顺粮产饭 用户部所有的钱买粮 正是陛下 这个龙尚恩定是南梁奸细 他让敌国赚得盆满锅满 自他上任户属上书以来 我国入不复出 君中更是议论纷纷 臣恳请陛下 将此人斩首示众 以平民愤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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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有话说 哦 陛下 黄河决堤 南梁大片农田被淹 我国也受到冲击 我猜现在的粮食 已经超过一千弹了吧 两千五一弹 两千五一弹 那不是多少弹 这下户部的亏空 填平了吧 难道你早就知道 黄河会决堤 陛下 茅台风靡天下 所有的人都知道茅台赚钱 肯定会拿出大量的粮食 来酿酒 就不会有人屯粮了 茅台是高度数的酒 算耗费粮食 所以 南梁几乎用光了所有的存粮 一旦添灾 那么粮价 必定会大量 妙啊 这就是你说的 七货 粗略估算的话 应该能赚个九百亿万两 九十八 这亏空 都甜品了 九百亿万两真利 对啊 真实力啊 那为何我们不垄断粮食 趁机攻打北方 陛下 万万不可 北方和南梁迟早都会被我东周统一 白尚书 你这是想让陛下背个见死不救的骂名啊 哼 再说了 还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 你什么意思啊 愿赌服输 你不会是不想认账吧 龙下书 你此次又立大功一见 按照约定 你将掌管护驳 谢陛下 教主烧恩无造 这次居然又让那个死太监得逞 先是丢了功夫又丢了护驳 护驳是想 就怕这林承恩 以后在军费上出户叼呢 我们这大忌 不行 不能再懂了 再等下去 那龙承恩与一封丸 我们就更难对付 你即刻起床 去联系父亲和南梁 哼 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 龙主 叔叔呢 叔叔 小龙子 你 那个功法 练得怎么样 有功多练 什么意思啊 公主殿下 你是觉得 小龙子我啊 伺候的是不是还不够深入啊 我可没这么说 我是怕你上战场 忽不了自己 我可没空 公主放心 小龙子一定勤家修炼 早日不再 谈话一线 公主 陛下 前方来报 上官秀集结重兵 存兵才实成 有多少人 大约四十万 四十万 来信心 或许是龙上书的期货之计 激怒了南梁 此次南梁 孤注一掷 什么走水 都往龙上 守身上 陛下 临江城 是儿臣的封地 儿臣 愿领兵前往 堵住白尚书的嘴 好 四公主 前往临江城守城 有谁 愿与同去 陛下 当初龙承安 协助四个 夺取临江城 这次 也可以再派他去 请大人索然提示 龙上书 文治武功 样样精通 派他前往 定能报边境太平 陛下 臣愿意协助四公主 你入宫多久了 到今日 一年了 你知道 刚刚在朝堂上 白丘炼和锦桓 为何要你去守城吗 臣明白 他们是想借刀杀人 利用南梁的大军 害死微臣 这显然是景天烈的手笔 景天烈在北方蠢蠢欲动 你有把握 活着守住临江城吗 战场形势顺其万别 臣不敢说有望尊的把握 但臣 一定会竭进去 好 你以洛西一同前去 朕 要制衡景天烈 给不了你兵马 只有临江城的那些 你 自己想办法 微臣明白 此次不同于上次 我们可能负辈受敌 凶险万分 只要你能够帮助洛西 守住临江城 朕就赦免你 潜伏在皇宫的罪名 臣 谢主龙恩 我知道你不是太监 我知道你是谁 大爷我 一定要平安回来 小龙子你去哪 我迷路 我迷路 来你迷路了 还能迷路 走 公路找你 公路找我做什么 大军都已经开拔了 赶紧收拾东西 公营公主殿下 龙大人 帅服已准备妥当 好 今日先休息一晚 明日商议首成之事 小龙子 最后把东西藏 嗯 你笑我上去了 别来啦 没事 现在跟你说句话 是真的 我现在呢 这一天天都陪着四目 这玄契呢 也是个来提出 我现在吃饭 睡觉 洗澡 天天在 哈哈哈 哈哈哈 少将去 这从公主到宫女 都是花风冬的吧 你说这一个两个还要 这一大群 我跟你说这个 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 哦 等等 还是长吧 手筋四十八 和江连长啊 不想和手啊 咱们手筋区区三了 和那个男低等 我这里呢 有几次图纸 叫军装工匠 按照上面 几几个东西打造出来 哎呀 那图纸上 头真的没强 咱就说这个地雷啊 首先 他这个上面得可贴 老公 图纸上的东西 啊领先我们现在两千多年的智慧 你就按照这东西啊 啊 记住老店做出来 我拿去找 我来 两千多年 啊 那 老公知道了 老公知道了 将军 东周派出的还是地洛西 他们只带了一百多人入城 现在临江城兵力不足三万 我们的兵力是绝对的优势 帝洛西 上次他从本将手里夺走临江城 这次 本将要他血债血程 将军啊 听说帝洛西年轻貌美 如果我能生擒他 到时候赏赐三军 弟兄们人人有份 都尝尝东周宫 谢将军 继续派出赤喉 打探临江城的消息 将军 临江城来人了 带着 上官将军 在下是临江城的人 因不满东周统治 客来送将军一份 银 居然是临江城的将士名单和兵力部署 你到底是谁 将军不必知道我是谁 您只需要知道 我能帮你救世 无事献殷勤 你想要什么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将军此次攻城 务必 杀 龙 承恩 看来东周人心不齐啊 居然出了你这么笨内戒 内戒和中城得看对谁 至少我和将军的目一致 不是吗 带他下去 好 而死 将军 如果这封图是真的 那么临江城 我们可势灾必够呀 又怕来人是幼 故意送蒋 不防徒 你去查查这 遵命 将军 那个给我们送不防徒的人 是东周大将军府的人 我已经派人刺探过了 城内的兵力部署和地图上基本一致 原来是简家 看来 这都是真的 东周人心不齐 对于我们来说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请你传我命令 明日突袭临江城 是 我许林江城 我做地图系 给我杀 杀 怎么了 这什么事了 沈文雄突袭临江城 城内已经破 突袭临江城 那不是我们之前用的招数吗 他们轻易的就绕过了我们所有的岗上 破坏了我们的意大利 怎么会这样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故法的 城中有内戒 上官秀现在势容破竹啊 我们成梦中之别了 公主 快 我们保护你 先撤退 公主是城中主帅 叫于林江城 公主 公主 上官秀现在到处宣扬 要生情为你靠炒南梁三军 你要是留在这就完了 真到那时候 小滋文殉城 绝不笑我 公主 别说了 陛下面前立下过军令状 要与林江城共存我 死不退 好了 什么伤死啊的 还没到哪一步 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这么悠闲 我还怕他不来呢 他不来我还犯愁呢 少爺 咱们这东西还没测试呢 没什么问题 这东西 能打过上官秀吗 那个是四十万吧 我们要打的不是四十万大军 我们要找到上官秀 然后杀了 不行 这太危险了 不错 我不会让你们吃 如主臣 走 将军 已经打开所有的成本 好 全军出击夺许林江城 活着地露西 给我杀 杀 上官秀 上官秀 何人就敢知乎将军的名讳 指龙承恩 你欺我妻子 夺我城池 三番五次息怒于我 今天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哈哈哈哈 上官秀 你可还曾记得 被你残害的三万英魂 他们就长眠在此 是龙承 不可能 我明明已经亲手杀了你 今日 我便要为那三万英魂 和我龙家军 报仇雪恨 哈哈哈哈 原来龙臣就是龙臣恩 如此势态 你还能嚣张 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奈我何 来人 杀了他 龙家三万英魂 保佑我一几百亭 将军 将军 这是什么有数 上官秀已死 所有人跟着我发起本宫 啊 这小龙子 怎么到现在还有一点动静 都没有啊 我相信他一定没问题的 就像上次 他会不防徒 公主 我回来了 他 你回来了 没事吧 拒绝四周眼男女大学 不算是吧 原来 混血 但她不记得 不不您可不知道 龙大人不但杀了沈文秀 而且还组织成立的兵反攻啊 我们大伙全胜了 您不知道龙大人发明的那些武器 有诸葛连弩啊 他能连发 还有地雷啊 小龙大人 还好有力 谢谢龙大人 我扶你消息 那下刚车 怎么了 现在是拿下踩石场的最好时期 拿下踩石场 南领大军心的巡逢攻守 踩石场 现在正好是我们反过了绝佳时期 肯定能够拿下 是你 还有 上关球生性得已 他肯定没有放走那个内奸 那个内奸 肯定还在踩石场大牢内 传我命令 小龙自首林江城 其他人 随我带兵攻战才是城 看来公主 此次肯定是大伙全胜了 没错 我据一件攻战才是城 果然如小龙的所调 看我抓到谁 秋 请还的狗腿 咸 药杀药寡西丁尊便 此事和少爷无半点关系 嘴还挺硬 老吴就喜欢嘴硬 把他交给我 我要让他看看我们的首歌 什么时候的 你要杀便杀别在这心心作胎 我不请不会杀你 还会好酒好菜的共争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不用杀你 景佳就会杀的 不会 我在景佳这么多年 景佳不会这么对 你那里通外敌 以为做的天衣无缝 却被我反制 而我 就对你礼遇有加 你说景佳会怎么想 少爷不会的 请听力 你要知道 全天下 只有我一个人能保得住 我只要说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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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英明 成不敢招功 有功就是有功 这次大战 龙承恩鞠躬盛尉 卓力部与兵部 议定龙承恩的功能 陛下 上官秀是一代名将 龙承恩区区一个态度 怎么可能斩杀 茂领军功可是大 还敢说杀了 敌方大将这费 可就更大龙上书 可要考虑清楚 各位上官秀 是被龙承恩所杀 这件事本宫亲眼所见 不会有假白上书 龙上书在外私杀 你却在朝堂班是非有意思 从为上书 是不是也该打做城池回来 是为素餐不好吧 你们说完了吗 说完了到了 陛下 臣有事起奏 准奏 陛下 我们刚到临江城 上官秀就夜袭了临江城 并且他对城中的不防 清清楚楚 要不是城中的将士奋勇杀敌 公主和臣就回不来 龙大爷是说 这朝中 有人通敌 龙承 你少不说八道 朝中作为都是爱国者 怎么可能会有奸细 莫不是龙大人 为了推卸被上官秀偷袭的责任 故意说有奸细 我只是在沉住室时 又没说二位是奸细 二位为何奴己激动 难道是心里有鬼 你少血口喷人 不 警大人竟然说我是血口喷人 带上来 这这这就我还少 官官 官官不认识 少爷 当初是你和百尚书打通边境通道 派我去给上官秀送情报的 你你不能借死不救啊 你 我还真是 兄弟啊 也恨这个人 太疼了 警官 白秋烈 问到底怎么回事 当初 你说这个事我能做的 立下明鉴 我不认识他 一定是他污蔑我 我根本不认识他 少爷 我是警察的管家 警府上下都可以作证 你怎么能说你不认识我呢 警大人肯定是荒不择言 垂死挣扎 那么警大人 我这里还有一份证识 就是上官秀的副将冯河 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 警大人和白尚书出卖临江城的事 警官 警官 我对你一人在这 你居然里头外国 是可人 书可人 男人 把他们白尺烈 一起喝下去 扩扎了 放开我 女弟 我怕我爹造反 灭了你东东某 警官 警官 既然能杀了上官秀 就不惧你警天烈 如果你警家再敢造次 我就带着东州大军 踏平北京 命令警察 我进去 你 你 你 something 我要秀 踢起库子来就不认识我了 小的见过 tame obe 龍大人无需多礼 二公主 十六 五 是有喜了 恭喜二公主 不會是我的吧 就是你的 別擔心 我們遲早都是你的 存皇后 去吧 陛下還在等你呢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傳說縮陰大法修煉之大成 就會知曉未來 逆轉乾坤 原來縮陰大法是陛下給我 嗯 那個黑衣人就是我 那陛下既然知曉一切 為何要幫臣 正小時候聽到過一個預言 有一天一個姓龍的太監 會統一天下 陛下 臣絕無二心 朕要你死的話 就不會留你到今天 是 景天烈霸占東周軍權 早有布臣之心 如今我借你之手殺了景環 他必定震怒 陛下是想讓我 主動進攻 朕得心機 是 你可否願意 北伐景天烈取而代之 成為東周 唯一的大將軍 臣 願意 好 那朕明日 那朕明日就任命你為天策上將軍 帶兵北伐景天烈 但以攻城之日 朕不僅會幫你滅了南梁報仇 還可以答應你任意一個要求 陛下 那臣 那臣要是說 想娶一位女子為妻呢 東周上下 任何女子 任何挑選 那 包括幾位公主嗎 如果你能力夠的話 他們都娶了一位女子 公主 去哪兒了 迷 迷路了 是迷路了 還是去鬼混 小的心裡只有公主 哪敢鬼混啊 讓你也不敢 坐 我問你啊 你在臨江城 怎麼那麼厲害 那是因為我修煉了 修音大法 功力漸長啊 又 多長 想到 能更深入的 伺候好公主 公主想法是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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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客氣啦